在这个影片我会分享如何对手机拍的照片做基本的调色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手机拍照的画质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什么提升了 各大厂商在这几年都更加注重一些和画质关系不太大的功能 比如多少倍的望远镜头 越来越亮的夜景照片 还有和什么相机厂商合作 如果你很清醒 没有被这些花里胡哨的功能模糊焦点 就会发现目前最直接影响手机照片观感的 只剩厂商各自的后期处理和调色 很刚好我目前在试用的这台手机 小米43T 它后期调色的风格我不太喜欢 我能做的只有自己后期调色 所以这个影片会分享我如何把这台手机拍的照片 调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 手机用的是刚刚讲过的小米43T 我会用它拍的RAW照片来进行调色 RAW照片的后期调色空间比较大 如果你的手机只能拍JPG 不能拍RAW 你还是可以调色 只不过调色的幅度不可以太大 不然照片会变得很奇怪 调色的APP我会用snapseed 因为它免费 首先把你选好照片放进snapseed 我的照片有点灰灰 没有什么颜色 因为是RAW 我会先做一些基本的调整 来给照片看起来正常一点 首先我会调照照片的曝光 也就是整体的亮度 通常会以你照片的主体为重点来调整亮度 像我的重点就是这一个 这个在咖啡机上面的手柄 所以我就会注意着这个手柄把亮度调低一点 现在我觉得有点太亮 其他的部分有点太强眼 然后也还是类似亮度的部分 这个是高光的部分 现在我觉得高光有点太强眼了 我会把它调低一点 就这样调低一点 可以在这边看到 调整前后的差别 然后再调阴影的部分 阴影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调整的必要 如果你有想调整的话 把它拉起来 阴影的部分就会变得比较亮 但那样子的话对比度也会变得比较少 下一个就是对比度 调整对比度的话 照片比较亮和比较暗的部分就会变得更亮和更暗 对比度你有两种调法 一个就是用这个slider 你可以用curve来做对比度的调整 首先你在这个curve里面选择RGB 然后你放两个点 你把这两个点弄得稍微有点像S型 它的对比度就会比较高 比如说把高光提高一点 再把暗部低一点 就会更加有对比度 而且这样子调整对比度 你还可以选择要高光比较亮 或者暗部更暗一点 不会像调slider那样 这样一定两个都会被调整到 这里我会想要暗部更暗一点点 然后高光的部分不要理它 差不多是这样子 然后再回来刚才调整的部分 下一个调整的是色纹 色纹的话就是决定你的照片是偏冷或者偏暖 也就是偏蓝色或者偏橘色一点 这个的话可能我会想让它偏 偏暖一点 所以会调给它像这样 照片有一点黄黄 然后现在我觉得照片有一点太青色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调 色调 色调会决定你照片是偏青色或者偏紫色一点 现在偏青色 那我就把它往右边调一点 那就比较看起来比较正常 下一个就调 然后照片颜色的鲜艳度 鲜艳度调整就看个人喜好 我就稍微增加一点鲜艳度 因为现在照片看起来没什么颜色 大概这样 现在我又觉得照片有点轻了 所以我再回去调色调 然后我可能想要照片再黄一点点 再去调色温 OK大概就是这样 这样子就是基本的调整 让照片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 如果你想要让照片更有风格 你可以选择放滤镜 或者我的话会想要阴影部分稍微有点灰色的 不要这么黑 所以我会再次来到Curve 然后把暗部这样子拉 看得出差别吗 暗部就没有那么黑 会有一点灰色的感觉 这样好像有点太多 OK大概是这个感觉 然后我也会想要暗部 有一点偏蓝色和青色一点点 所以我也是在同样在Curve这边 也是这样子 蓝色把暗部稍微拉上来一点 如果只调蓝色就已经很好看了 那样我就不会再调青色 试试看需不需要调青色 这样子有差别吗 OK好看就好 OK现在照片整体上颜色我已经很满意了 所以做一点收尾就可以导出照片 现在我会来给照片增加一点锐化 也同样重点是在主体的部分 稍微增加一点 最后再对照片做裁切 这个裁切的部分就看个人了 我会想要这个照片上下的部分不要那么多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把重点放在那一个手柄 好像可以再更窄一点 OK就是这样 给你们看看照片前后的差别 调整好了 就导出照片就可以了 OK我平时会做的调色大概就是这样 给你们看一下这台手机的后期和我自己的调色做比较 应该是我的比较好看吧 我最后那些把阴影变得有点灰灰 然后加一点蓝色和青色 这种风格会比较适合 大部分是阴影的照片 前面那些基本的调整亮度 对比度 颜色和色温这些 就适合大部分类型的照片 如果你不喜欢我最后调的那个风格 也可以在做好前面那些基本调色后 套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滤镜 你会看到这张我调色后的照片 它照点蛮多的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snapseed没有降噪这个功能 之后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 它的降噪功能叫做结构 structure 也就是和瑞化摆在一起的那个 你把它拉向左边一点 照片的照点就会紧早 OK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有什么调色或者调色app的建议 还是你有看到什么很好看的调色风格 可以留言分享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